大家晚上好 又到了绅士学院的播出时间了 少年们有没有想念过呢 这次的专题想必大家都看到了 没错 就算是美少女也会喜欢画修修的漫画 有些还画得很兴奋呢 只不过有些画的是美少女 有些画的是帅哥而已 虽然他们会画的水平和口味都不一样 毕竟有些还是喜欢清水一点的 但不得不说他们画的漫画 都是让别人或者让自己觉得有点羞于其耻的类型 不过大部分的美少女 单从外表上来看 还真是不像会画这些漫画的人呢 好了好了 知道少年们迫不及待 想要看看哪些美少女上榜的 当当当仔细观看吧 一 长野 远美去日常普通的女高中生 留点蓝色姿便短发 配以木内方体的装饰 是个有常识的正常人 个性和相生幽子很像 两人的关系特别的好 喜欢前辈式原性智囊 对他的妄想十分激烈 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 绅士结析 擅长绘画 是在笔记上有BL系的涂牙的服女子 也有实际的玩稿 搞得质量堪比之夜漫画家 为了保护自己的BL画稿 不被他人窥视 曾对幼子 山羊 以及一些无辜路人出手 使出的绝技是抱腿空拳摔 就算是日常的蒙妹子 也有对于BL的强烈幻想 以至于羞于把漫画给别人看 当然了 自己偷偷画的羞羞的漫画 怎么好意思给别人看呢 田村日和幸运星擅长的科目是美术 不擅长的是体育 是个身色长发的眼镜娘 15到16岁 左撇子 把作画的手认为是漫画家的生命 跟小枣穿悠 严奇男和帕克利西亚马亭 同为一年低组的学生 幸运星所有人物的档案 皆为日和制作 最后他自己还会来个小短评 绅士结析 不会幻想的本子王 不是好的本子王 田村日和妹子 无疑是做到了这一点 不说多了 就说他会从身边的成员身上提取素材 进行二次创作就可见一斑 至于创作内容 那大概就是百合像的美好恋情 也喜欢B.L 所以说妹子一旦挠不起来 还是很可怕的 动手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他是一位欲言族间同人剧漫画家 B.L.跟百合都是他的创作 以及妄想范本 4.黑井烂奶漫画家宇助手 不管什么样的原稿 都能够以完美的速度与品质来完成 连著名的漫画家都心服口服的超级助手 日薪十万日元 虽然画图的技术非常好 但是因为不会想故事 所以当不成漫画家 是个身材娇小的可爱少女 外表来看以为只有十岁左右 实际是十九岁 身世杰西 虽说是一个助手 她会画官服 无可挑剔 本来她也只是一个画漫画的少女而已 可惜她是爱图勇气的助手 要知道爱图勇气 可是很喜欢画内裤走光之类的漫画 作为一个女助手 怎么可能不跟着作者的思路走呢 但是起两想 她可能已经习惯了 看着爱图勇气画内裤的日常了吧 亲自动手的情况应该也不会少 更多精彩修修漫画 请关注公众号五十四万画家